醒了之后 我就没掉在这里 我不记得 我怎么来的 不记得我是谁 我连这张脸我都不记得 这部新作仅仅播出两小时 就瞬间冲上了热榜笛 只因淋漓扮演的沙漠玫瑰 简直太符合观众口味了 戏里面的她不仅又洒又美 打戏也是全程在线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希姐刚一出场 就被人掉在了沙漠里 可问题是 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么到这鬼地方的 对于之前发生的一切 也忘了个干干净净 而为了找回曾经的记忆 她找上了号称 大漠獠牙的昌东 这人曾经仅靠一人一车 就完成了横穿荒漠的壮举 并且更关键的是 在希姐随身携带的包里 有一张女人的照片 这人正是昌东曾经的未婚妻 只可惜在一次探险中 偶遇黄沙被埋进了沙漠 昌东找了很久 始终是没能挖回妻子的遗体 如今时隔两年 她却在夜流希手里 再次看见了妻子 她想询问具体原因 只可惜希姐失忆 她也不知道照片是从何而来 没有办法 既然已经决定出征 那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两人才入关没有多久 就听见附近传来的一种奇怪哨声 像是在传递着什么危险信号 咱不会遇到大劫呢吧 有可能 之前这个地方就发生过 抢劫不走单 一楼一条线 那咱现在怎么办 收拾东西 走 在这一望无际的无人区 倘若被强盗盯上 又岂是他们想走就能走的 果然没过多久 身边的强盗就追了上来 昌东守当其冲 准备下车和对方交涉一下 你干啥的 来收尸 收尸 对 强盗可不管这些 上来就准备抢夺两人物资 希姐眼看交涉无望 于是只能霸气出场 什么情况 只是这一眼 领头的混混就当场怂了 赶紧跑回去跟领导汇报 说他们抢错人了 原来 这帮强盗手上有个册子 上面是混迹荒漠的各种大王 倘若不信动了他们的火 那自己的小命也就到头了 老大知道对面的是希姐后 连忙下车上前迎接 还说都怪手下眼拙 这才惊扰了希姐 希姐这是赶路的吧 今晚风特别大 要不然 等我那去坐坐 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希姐也没有推辞 跟着男人就回了营地 也就是在这里 他初次听到了有关自己绅士的经历 原来 道上的人都叫他沙漠玫瑰 是混迹这片荒漠的好手 但对于希姐的名号 众人也只是听说而已 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 而男人的这番回答 也让希姐对自己的身世更加好奇 不过可惜的是 男人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剩下的 也只能靠他自己找了